這個地方不知道放哪裡 最後可能要按右鍵把它隱藏 可是隱藏又不會被人家知道說 這邊好像多一個東西 所以好像又覺得不知道放哪裡好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應該放在正列裡面 如果你這個清單 假如說你不知道放哪裡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放在一個正列裡面 這個正列的話有點像 把一個清單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變數正列裡面 這個變數裡面可以不只放一個資料 它可以放 假設13個資料的話 那你要見正列的方法 第一個 一定要宣告 其他變數不用宣告 但是正列一定要宣告 所以今天的話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我要產生 在VBA裡面產生一個正列的變數的話 那名稱叫做MyShits 就是這個有點像我在記憶體 先配置一個空間給它 這個空間裡面你可以切割 至於怎麼切割的話 你可以看到MyShits裡面的話 後面加一個關鍵字叫Array 然後我分別放第一個 分別放第二個 分別放第三個 分別放第三個 但問題是因為太長了 有時候如果假設我習慣當然 是把VBA不要放到最大 旁邊看不到怎麼辦 所以理論上你可以Enter它 但我前面講過 你Enter不能直接Enter 你如果Enter的話 你記得一定要先在哪邊 先在任何你要換行的地方 空白後面再一個底線 再按Enter 這樣才OK 不然的話如果沒有這個 underline的話 那它就不會把上一行跟下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 OK 然後呢 MyShits裡面就放什麼 放個清單了 那我要怎麼去存取它 很簡單 就是用MyShits刮虎裡面放0的話 就是第一個 1的話就放第二個 是不是說 正列的話 它的順序一定是從0開始 跟剛剛那個table那個很像 編號一定從0 其實它也是array 網路上那個都是array array裡面 所以 我們回圈的話我就for i等於0 0的話就抓這個 0到12 為什麼0? 因為這個編號一定從0開始 那你想老實說 那我可不可以從1開始 1到13 可以啊 但是問題你將來什麼 要把它減1 這個概念有就好了 因為有的時候 有的人習慣 反正我減1沒差 那有的人覺得說 我減1我不要減1 那這種寫法 每個人習慣寫法不同 那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所以喔 序齒後面的話 如果要抓甲斑過來的話 記得喔 就是這個正列的名稱 裡面就給它一個數字 給它0的話 那就抓到甲斑 所以甲斑過來 move before 到哪一個 第一個的前面 所以 i等於0開始 所以這邊記得要加1 剛剛從2開始就要減1 所以這個數字 加1減1 你只要大概知道就OK了 不要寫錯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什麼 用正列的方式 來做什麼清單的排序 這個主要就是說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你今天不希望 不希望有這個清單 你把它刪掉都沒關係 但問題你沒有這個清單 剛剛那個方法就不若可 你剛剛那個鋁紙一定掛掉 因為沒有清單 那但是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應該就沒問題 只是說如果我現在已經排好序了 如果我要顛倒排序的話怎麼辦 把這個 正改1就可以了 有沒有 1的話就是 一直都放第一個 後面就跌跌跌到前面 我看一下 這樣應該就顛倒 有沒有 假斑到亥斑 如果說我要讓它 左邊排到右邊應該是什麼 i 加1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 左邊排到右邊 假斑到亥斑 沒問題 這個部分的話是用陣列的方式 來做那個排序的依據 關鍵的地方記得 如何產生一個陣列 1宣告一個陣列名 這個陣列的名稱自己取 你叫abc也可以 然後呢 這個mysheets的array 你就要把資料給它的話 就加一個array開頭 小瓜糊 裡面就放你要放的陣列 這個從0開始 所以0到12 ok 如果你要取得它的話 就是 雪子瓜糊 0的話就抓到假斑 假斑就過來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那個清單不放在eSale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用陣列的方式來完成 因為我比較少用到陣列 主要原因是以Sale本身是可以放 但如果你 不會用陣列 說真的你就把它放在邊邊角角的位置 其實倒也是ok 只是說你多一個 多學一個方法 對於你將來在寫程式上面 應該還是有幫助 這個地方 而且也剛好有同學也常常問到說 老師那個陣列很重要 那為什麼也都不特別講 因為其實 eSale裡面的儲存格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看得到的陣列 ok 已經有陣列在那裡可以給你用了 你何必要用看不見的東西呢 可是 還是有的時候非得要用看不見的東西 所以 還是非得講一下 ok 跟各位講這部分 試一下陣列部分 陣列其實 在那個 每一種語言裡面都非常重要 像Python裡面 也常常用到陣列 而且用到比例還非常高 而且在Python裡面 只能用虛的不能用實的 為什麼 因為在Python裡面沒有Excel 它沒有辦法把資料放Excel 像我們這樣子儲存格的方式存取 所以我覺得好像相對起來 在Python裡面寫程式更虛 就是很多地方都看不到 ok 你說難度 我覺得